如果您对预防癌症感兴趣,请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可能会产生很大影响 考虑一下这些癌症预防方法 一、请勿抽烟 使用任何类型的烟草都会致癌 抽烟与各种癌症有关 包括肺癌、口腔癌、咽喉癌、头头癌 一腺癌、膀胱癌、宫颈癌和肾癌 嚼烟与口腔癌和一腺癌有关 即使您不抽烟 接触二手烟也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避免抽烟或决定戒烟是预防癌症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您需要戒烟帮助 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戒烟产品和其他戒烟策略 二、健康饮食 虽然在采购市场和用餐时间选择健康的食物不能保证预防癌症 但它可能会降低您患癌的风险 请考虑以下指导准则 多吃水果和蔬菜 饮食以水果、蔬菜和其他植物来源的食物为基础 如颧骨物和豆类 保持健康的体重 选择更少的高热量食物 包括精致糖和动物性脂肪 使饮食更清淡 脂肪含量更少 如果您选择饮酒 请适量饮酒 患各种癌症的风险包括乳腺癌 结肠癌、肺癌、肾癌和肝癌会随着饮酒量和您经常饮酒的时间长度增加 限制加工肉制品摄入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癌症机构的一份报告认为 摄入大量的加工肉类会略微增加患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此外 选择地中海饮食并服以特级出榨橄榄油和混合坚果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可能会降低 地中海饮食主要为植物性食物 例如水果、蔬菜、犬骨类食物、豆类和坚果 遵循地中海饮食的人会选择摄入健康的脂肪 例如用橄榄油代替黄油 用鱼肉代替红肉 三 保持健康体重并活跃身体 保持健康体重可能降低各种癌症风险 包括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结肠癌和肾癌 身体活动也很重要 除了帮助控制体重 身体活动本身还可能降低乳腺癌和结肠癌风险 任何身体活动量都对成人有一些健康益处 但是 为了获得重大健康益处 努力做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有氧活动 或每周75分钟的剧烈有氧活动 您也结合中等运动和剧烈运动 总体目标是每天进行至少30分钟的身体活动 越多越好 四 防晒 皮肤癌是最常见的癌症类型之一 也是最能预防的癌症之一 试试以下建议 避免正午阳光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阳光最强 应远离太阳 待在阴凉处 外出时尽可能待在阴凉处 太阳镜和宽颜帽也可提供帮助 遮盖裸露部位 穿宽松的密质衣物 遮盖尽可能多的皮肤 选择亮色或深色 能比彩棉或漂白棉反射更多的紫外线辐射 不要另吸防晒霜 即使阴天也要使用防晒系数 至少为30的广浦防晒霜 足量使用防晒霜 并每隔两个小时补涂一次 如果游泳或流汗 要适当增加使用频率 不要使用晒黑床和日光灯 这些和自然阳光的损害一样 5.接种疫苗 癌症预防包括防止某些病毒感染 询问医生以下疫苗接种情况 以型肝炎 乙肝可能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建议某些高危成人 接种以型肝炎疫苗 如性活跃 但并非依附一期关系的成人 性传播感染之人 静脉注射药物之人 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 以及可能接触受感染血液 或体液的医疗保健 或公共安全工作者 人乳头流病毒 HPV HPV是一种性传播病毒 可能导致宫颈癌 和其他生殖器癌症 以及头颈磷状细胞癌 建议对11岁和12岁的女孩 和男孩接种HPV疫苗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最近批准将GadeCO9疫苗 用于9至45岁男性和女性 6.避免危险行为 另一个预防癌症的有效策略 是避免可能导致感染的危险行为 感染可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例如 进行安全的性行为 限制性伴侣的数量 并在发生性行为时 使用避孕套 您一生中的性伴侣越多 就越有可能患性传播感染 如HIV或HPV HIV或AD患者患肛门癌 肝癌和肺癌的风险更高 HPV通常与宫颈癌有关 但也可能增加患肛门癌 阴经癌 咽喉癌 外阴癌和阴道癌的风险 不要共用针头 与使用静脉注射药物的人 共用针头可能导致HIV以及乙肝和饼肝 这可能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如果您担心药物滥用或成瘾 请寻求专业帮助 7.定期就医 定期对各种类型的癌症 例如皮肤癌 结肠癌 宫颈癌和乳腺癌进行自查和筛查 可以做到尽早发现癌症 这时实施治疗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向您的医生咨询 最适合您的癌症筛查计划